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小居 其實我們之前也在這邊談過一個問題 就是其實我們做農食整合 農食整合到底是什麼 這個不是今天的重點 就是說其實我們在這個講堂裡面 談很多的社會各方面的議題 其實我們談了有一個核心的價值有關正義 那今天比較特別說 其實像我們在做的農食整合 我們是一直希望能夠成從飲食的問題 讓大家看到一些其實它背後是跟正義有關的 那其實我老師也是自立在這一方面的工作 但是我們只能講 其實我們可以供應很多好的食材 我們跟台灣各地的很多農民 我們協助他們把好的東西生產出來 帶到消費者面前 但是呢 其實呢我們在這個呈現上面 一直是有一些比較比較弱點 就是說其實最好的 食物最好的呈現 是要靠 廚師 就是我們到餐廳 到媽媽的手藝 或者是好廚師的手藝 才能夠呈現這個食材 它最美好的一面 那阿威就是我們認識一個 非常非常好的一個詮釋者 而且呢 我們到他店裡面吃飯的時候 是很愉快 因為你一邊吃 你可以從你吃的東西 然後你看到這個東西 你可以看到所有背後的故事 因為他本身呢是真的對於這一方面 我想不只是娛樂 因為很多很多方面 他都非常有興趣 然後他會親自走入市場 去瞭解這些食材背後的一些故事 所以其實在他這個小小的店裡面 是不只是味蕾的饗宴 然後每次去增加非常非常多的知識 那我們可以瞭解到說 雖然只是食物 但是他背後有很多複雜的社會關係 跟正義的問題 那所以其實今天想要跟大家討論一下 就是說 我們第一個學怎麼樣選魚 或者說 怎麼樣我們可以拔關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我想大家真的很多人是喜歡吃海鮮 喜歡吃魚 那其實我們可以瞭解到背後這個整個 其實魚 漁業牽扯是非常深的 它跟全球的生態 海洋的生態有很大的關係 那這個是在我們吃的每一口魚都有關係的 所以今天我們就邀請阿威 很輕鬆的來跟大家談這個問題 謝謝 謝謝 我叫阿威啦 阿威來 騙人坐 那今天要講這個魚之前 我先問大家一下 有在戰前出生的 就是二世代人出生的有幾位 有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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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在講這個問題之前 因為 我現在在投射的螢幕上面 這個魚的諺語 是一直從戰前 到現在一直有人在掩用的 大家想一下 這個是五六十年前的東西 為什麼到現在還在用 沒有 他們沒有 二紅三 三面四面 一雙東西是一定沒有六十年的東西 為什麼大家現在還在用 想說我吃了 好 這個問題先割下 我再問大家另外第二個問題 第二問題 我現在說生魚片 你心裡在五秒裡面 用腦袋去想 想影像再說出名字 想五種魚出來 魚喔 生魚片的五種魚 想一下 好 五秒過了嘛 第一個是不是鮭魚 第二個 鮭魚 鮭魚 再來呢 鮭鋼 有人講到鮭鋼的 鮭鋼就是鮭鮭 鮭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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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叫鮭魚 在日本叫鮭魚 日本叫鮭魚 其實是名字不鮭魚 好我們再想回來這個問題 為什麼你們想不到就是這幾種魚 為什麼你們腦袋裡面的影像就是這幾種魚 鮭魚 不是 這是因為長期媒體跟市場教導你們 讓你們在腦袋裡面有記憶 那你們剛剛想到的魚是整隻的魚還是魚塊 鮭魚塊 為什麼你們想到的是魚塊 因為你們看到跟你們在所有影像接觸裡面 你們知道的就是魚的一塊塊 那個叫魚鑽 所以有些店喔 以後你們去吃 你只要看那個切魚鑽沒有魚頭魚尾巴的 就表示這個廚師很不負責 因為他每天就是把電話叫魚鑽來 那 這個就扯回來剛剛這個問題了 為什麼我們還會繼續 沿用這個六十年前五十年前的東西 因為這個已經變成腳條式了 大家 現在我們商人跟廚師會去供應給你們的 也是大概這十種魚 他會用這十種魚開始跟你講 說我們現在賣的都是最好吃的魚 好現在開始跟你們講這十種魚 我先講到魚齁 有分白肉魚 紅肉魚跟青貝魚 白肉魚的纖維最短 所以你們看他一般呈現是切薄片 那他們如果生死都要切薄片 熟絲的話 他一般煮出來肉是白色的 那紅肉魚呢 紅肉魚剛好相反 他的纖維最長 所以他都是塊狀在處理 就是生魚片的時候 就是鮪魚啊 鮪魚啊 鮪魚啊 柴魚啊 鮪魚其實跟老實講 他是白肉魚 他不是紅肉魚 就是他的味道重 才能叫紅肉魚 那鮪魚像鮪魚族夾 秋刀這一類 剛好纖維是介於這個中間 所以一般我們吃生魚片 很少會吃到中間這種魚 其實在日本 只要是魚都能做生死 所以剛剛你們有一個觀念 你們腦袋裡面這個影像要慢慢丟掉 這就是東跟虛的問題 我會去生這些東西 滿足你腦袋裡面的期待 所以你們吃到的東西 並不是你們想的東西 要開始去想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來講這十種魚 第二鮪魚 鮪魚 鮪魚 鮪魚是 我們應該說三十歲以前的人 都知道這隻魚了 所以現在鮪魚會說 鮪魚餌鮪魚 鮪魚是最好吃的 其實現在鮪魚都鮪魚 鮪魚真的鮪魚 鮪魚 先生來 沒關係 讓你想想看 你搖頭的原因在哪 來等一下 你看他切 對啊 然後他的 等一下 等一下 交流一下 那一排 直接 直接 我兒子不敢切 我兒子不敢切 我兒子 我兒子的那個 是那個 在那裡的 風髮風髮髮的那裡 好往妳的 好往妳的 裡面呢 量很大 很大的生產量 這種 那這種呢 面前有人在養 請問怎麼分辨養殖的跟野生的 通常喔 這個 現在因為海洋主撈很多 很大量 所以現在那個海藏在那裡 說我都在這裡吃 吃的 我們吃的 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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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幾歲 我這是你 李先生 你多久沒去吃的嗎 你說的是吃的 都吃的 我都說的是 一般海藏量的 你如果是這麼貴的 那我們的鞍鞦鞦是兩次 鞍鞍鞦齁 沒有啦 我們鞍鞦鞦是兩次 他已經從這隻魚的了解 我們這隻魚鞦鞦的算是兩次 你說養殖的嘛 對啦 鞍鞦鞦的盛產是兩次 他這種其實是一年十二次 就是在台灣附近 前面都有 都一樣的 都一樣的 那我們交換一下 分享一下知識 第一 怎麼分野生的跟養殖的 野生的棋是像這樣 黑色的 養殖的棋是黃色的 第二個 這個很一樣的 第二個 鞍鞦是從中休節過後 一直到農林年完 野生的鞍鞍鞍就小了 那鞍鞍鞍你看過最大隻是多大隻 五六十公分 那還太小 有比仁還大 到兩百公斤的 所以我們我們一般對鞍鞍的印象就是 一般養殖的小小的 然後他在保利龍巷裡面 一隻一隻差不多大 那絕對不是野生的 因為野生魚沒有辦法讓你規定大小 那再來為什麼會特別對五魚這個魚呢 去特別去講它 因為現在目前市面上太多人賣五魚 那各位可以自己回去查資料 它的孔雀時率超標啊 宋石劍超標的是世界 那還有剛剛李先生講到很多人在養 老實講啊 我有去看過很多的養殖廠 我找不到哪邊的五魚的專業養殖 也就是說這個魚有可能是從中國大陸養殖以後送過來的 台灣現在找不到所謂真正的五魚養殖廠 就大量在養殖的 所以這個魚可以大量出現在台灣的市場上 本身就是個問題 那我們要吃五魚 五魚真好吃就是秋天以後它開始大 那這樣就大隻了 一年四季都有 可是我們一年四季 像我自己本身在釣魚 釣得釣得不一定多吃 不一定好吃 所以它的正期就是它的盛產期 是農曆年前 農曆年過後沒了 那中秋節以後開始 所以你記得如果你一年四季都看得到的五魚 四又是黃色的 盡量掃捧 因為那個是商人為了提供給你營 你的記憶裡面好吃的餘素 生產出來的商品 那個已經不是真正的食材了 現在我們所謂吃的海鮮 要記住一個觀念 很多你不能再用以前這個陰謀 你要用魚驗魚來想 為什麼 因為這些全部都是 應該這樣講 先有了這個魚的驗魚 商人再去提供這些魚給你們 所以你要開始考慮一下 奇怪這些魚為什麼我小時候的時候 它有所謂的盛產期 現在是一年四季都吃得到 沒錯是因為 就是養殖漁業的進步 跟科技的發展 可是這中間加了太多 不應該加的東西 有沒有人養過海水魚 就是家裡有養過海水魚的 海水魚是非常非常難養的 我們有玩過 就是有養過觀產魚都知道 可是你們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你們會不會去水族館 挑一隻魚來試 那你們為什麼在海鮮店這樣做 從海鮮店的水魚下面 撈一隻生猛海鮮出來吃 有沒有想過 這兩種養髮有不一樣嗎 那為什麼你們不會去吃水族館 因為覺得你們那個大腦告訴你們 你們覺得那個是觀賞用的 那個不能吃 其實很多水族館的魚是可以吃的 而且它跟食用魚其實有些都是同課的 所以現在要有一個觀念 生猛是錯的 我們以前小時候 我今年四十年 我小時候吃的魚都在炒水餅裡面 那現在開始了 為什麼會開始會出現說 要到水族館裡面挑一隻生猛海鮮 甚至會生猛到用網子抓不到 這個就是因為商人要給我們的 因為香港的飲食文化進來 因為後來到了民國六十年尾七十年初 所謂的大九樓出現了 香港人講生猛海鮮 所以他們一定要用養的 那台灣人就改變了這個方法 只要是 我現在講到一個可以去證實這個理論 我們台灣以前沒有九斑這個名字 沒有石斑魚這個名字 我們叫貴穎 石斑魚是香港人的用法 也沒有青衣這個名字 這個也是香港人的用法 更沒有蘇梅這種魚 這個也是香港人的用法 所以我們就要開始去想 為什麼你們要接受商人給你們的東西 你們要開始想說 為什麼你們大腦裡面想的 也是商人給你們的東西 為什麼你們不會自己去挑 自己去想自己去查資料 去看什麼叫做好的魚 我所有的知識 全部都是自己在網路上找到 跟我去跑產地 跑市場 好我們來看第二隻 紅紅莎 你看紅莎跟蟲子很熟 其實這兩種 都是鯧魚 那紅莎現在一般比較少出現 這個在海釣場比較會出現 那 因為 紅莎是中南部比較喜歡吃的 所以北部會出現的是鯧魚 那現在過年快到了 鯧魚開始以後開始貴 你知道我 一般我過年 我自己過年要吃的鯧魚 是在上個月我就買好了 因為我不會去買那個 農曆年 大量出現的鯧魚 第一個 它會出現很多的所謂的靶清 就是所謂的中國鯧魚 中國鯧魚會過來 今年呢 你們如果到市場去跳鯧魚 一定會非常貴 一隻應該會超過三千塊以上 一斤多的 為什麼 因為今年 因為中國大陸開始有錢 它已經開始介入我們台灣的鯧魚市場 今年在上個月開始 已經有中國大陸的人拿錢出來炒作鯧魚 所以 我們應該要把觀念改一下 過年不一定要吃鯧魚 這又扯到公跟虛的問題 因為我們要嘛 所以它開始炒作 來再看下一張 白鯧魚 白鯧魚我們一般比較不知道 白鯧魚比較小起來 那如果說那種 欸 鯧魚應該都知道吧 這個魚跟土 鯧魚 鯧魚鯧魚開來 那個鯧魚鯧魚也鯧魚 其實是同科的 然後肉質也差不多 可是這個會便宜很多 因為這個比較小型 比較少出現 那一般出現的都是鯧魚 鯧魚現在也有很多是從菲律賓 從越南 從中國大陸過來的 來鯧魚 第五個鯧魚 剛才說有錢吃鯧 沒有錢鯧魚 就直接說這隻 鯧魚有三種 水鯧 鯧鯧鯧跟鯧鯧 我們現在看到的鯧 大隻的鯧 也是都唯得我帶來的 第六個鯧魚 有人知道鯧魚這隻魚嗎 每年過年一定會吃到 不好意思 我剛才聽鯧魚算鯧魚算鯧魚 當時鯧魚算鯧魚算鯧 當時鯧魚算鯧魚算鯧魚 所以蚱螂 我剛才聽鯧魚 我還聽到他 我還在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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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都算鯧魚 你要給自己轉換一下 因為我在市場 也是都不一樣算鯧魚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我就去抱台灣耳裔 所以他就說 料理對不對 不是算吃的 噢吼吼吼吼吼 叫雞子吼 在日本叫ажу 這就是 不會是 說一件是 腳一了 是 那邊有ba 那邊有好 沒有人這麼愛說 因為 這個 因為 其實我不知道在學生上去 他以前說是假的 他應該是在那裡 但他剛才剛才說 他為什麼要這樣說 他已經說了 我們的營餐就是用藥材改 所以都覺得這樣更多 因為你是說 不要再用馬拉銘的名字 我沒有說要用馬拉銘的名字 因為我們現在說叫我酒班就好沒關係 不是沒關係 事實在改變我們同時也要改變 對 這樣就不用再說 我在這裡就用現代名字去說就好 現代名字是叫我嗎 對 這樣都很會 都可以用現代名字去說就好 對 殺門 他以前就叫人家 叫做殺門 這樣就都不用說 現在現代名字就好 現在先給你講完 我們要在過程的教學怎麼講 對啊 今天在那裡就這樣說 要想哪些人的三百炒 現在等於進行 拜託 慢慢再結束 好 喀拉這隻魚 就是我們過年一定會知道 拜拜一定會有 日本人叫鎮鵰 過年吃這隻魚的習俗 是從日據時代一直沿用到現在 所以我們過年過期要準備一隻紅色的魚 拿來拜拜 這叫祝魚 祝福的祝 喀拉 那這隻魚一樣 到最後快到農利點的時候 也是會長得很誇張 到時候是涮涼賣的 所以也是要考慮一下 不一定過年拜拜的魚要用最幾種魚啊 再來 恰張 恰張喀拉很像齁 可是真正好的 你注意看真正好的喀拉 他身上是紅色帶藍色的點 可是恰張是紅色帶黃色的斑 注意看都看得出來 還有一種叫薄阿 薄阿是更大隻 這三種魚幾乎都很像 可是如果你不懂的人 去市場一定會被剝削 還有我們去市場 要記住一件事喔 你千萬不要 另一句話問那個老闆說 老闆在下面裡 這個大部來了 這個可以騙的人來了 你一般我們去市場買魚齁 你不要去問老闆說 這隻什麼魚 錢買不到 你可以問說這多少錢 不要去問這隻什麼魚 因為你知道說你買魚 那市場的人喔 一般不是長腳 都長設立子 我們五個人去買魚齁 五個人的穿著他可以分辨 這個人該開什麼價錢 那個人該開什麼價錢 他們都知道 所以我們去魚市場買魚 還要注意到這一點 買頭齁 買頭齁 現在齁 這隻魚很奇怪 我們現在看到這種叫金面的 金面碼頭 這隻魚現在很少 一般看得到不會有這個金色的 臉頰旁邊有金色的這個出現 這以前叫花馬 碼頭台灣有三種 紅碼頭 花碼頭跟白碼頭 那一般我們看到白碼頭 會誤以為它是不新鮮的紅碼頭 其實不一定 那碼頭要特別注意喔 碼頭現在中國大陸來的 泡藥的很多 碼頭我最便宜的時候買兩三百塊一斤 最貴可以買到七八百塊一斤 那現在市場那個三至一百的 你們要千萬注意 因為那個一煮下去是肚子先破掉 煮湯呢 水還沒滾 放下去以後泡泡就煮了 也是肚子先破掉 所以千萬不要去買便宜的碼頭 再來 第九個是蚵仔 蚵仔喔 跟黃魚很像 跟春季也很像 他們都是死守漁科的 那肉質來講的話 其實都差不多 那大黃魚已經在台灣幾年都看不到了 因為每天在卡媽店有固定 在收大黃魚的人 上海現在大黃魚的交易價格是一斤 聽好喔 一斤喔 他們是五百塊 我們是六百塊 他們的一斤是八千塊的台幣 大黃魚 大黃魚 如果大家覺得說 跟你基地裡面不一樣 如果你們大家 誰可以找到大黃魚的 我一樣一斤八千塊給你們買 然後有多少我收多少 因為我買不到 我想買那個人 專門在收大黃魚的人 他是用燉在收的 他每天負責就到基隆的卡媽店 專門在找野生大黃魚出現 他身上都帶了現金 我想他插隊買不到 我只能吃到一般小黃魚 小黃魚我買這麼小隻的 野生的一斤在卡媽店的交易價格是三百五一斤 那請問你們去川菜館吃到的 兩百六三百六甚至四百塊 一隻那麼大隻的黃魚是怎麼來的 那個都是中國大陸染色泡藥過來的 他們的做法一般都會先油炸 油炸完再做紅燒或躺住 因為他怕裡面的外味道被你們聞到 你們現在在市場上吃到的黃魚都要小心 這個可能是前年或去年泡藥泡完的 在拿過來買的 不相信嗎 我有附一段影片 現在技術好到可以把冷凍的魚再復活了 那段影片我有寄過來 不知道有沒有 有附在那個 這個 文宣上面你們可以去點來看 現在最高的最快的最好的技術 是把冷凍魚 無鍋魚拿去冷凍 再把它丟到水裡面讓它復活 所以現在你們要吃魚 要先考慮一個問題 第一個有沒有廉價的魚 尷尬的 如果有了你們就要小心了 第二個 這隻魚是不是符合你們期待的 它是眼睛亮的 腮紅的 這是我們從以前挑魚一定要眼睛亮的 眼睛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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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可以做出來 泡 他們講 吊白塊 雅肖說 你很像浮馬鈴 吊白塊這種東西 本來是 但是 在做藍鎮 在捏蚵 捏蚵 要泡蚵 它又刺過蚵 這種魚拿起來泡魚 它可以過兩次 是一隻魚 這隻魚 蚵蚵都沾 三個紅的 可是這種魚很奇怪 它都泡過牙以後 你們煮的話 肚子會先剝掉 而且泡泡會出來 然後你絕對聞不到魚腥味 會聞到 釣水味 其實選魚很簡單 你不一定要看他眼睛是不是亮 因為有的打水瓶打完的魚 剛才起來 眼睛是有的 他剛才打水瓶而已 他只要生骨是硬的 我們說魚是有硬的 生骨是硬的 身上有黏液 有聲音 就是好的魚 那價錢呢 每天老實講 如果不是養殖魚 每天的魚價錢會不一樣 那保利龍箱裡面一隻一隻 差不多大小的 幾乎都是養的啦 然後價錢會差不多 那 不是說養殖魚不好 養殖的魚 就像我剛剛講的 因為海水魚太難養 所以 在這裡面要加了很多不應該加的藥 那你們又喜歡看他身上沒傷痕 那我又要保證他沒有傷痕 讓他沒有外傷 我又要加一些要對抗外傷的藥 所以一直到你們去吃的店裡面 連那個海水都要加藥 那為什麼你們會去吃一隻 加那麼多藥的魚 覺得他生猛 覺得好吃 那就是以前 從以前教的嘛 我們要吃魚 要吃新鮮 吃生猛 吃青 那這個就叫新鮮嘛 還有 有沒有人吃活蝦的 蝦怎麼吃蝦的 蝦比較紅嗎 他至少還活的 會跳住腕 你有沒有想過他會怎麼活 會跳住腕 應該是撈上來沒那麼久 我們台灣有在養蝦嘛 你知道台灣現在養的最多種蝦是什麼 白蝦 因為草蝦現在已經在養殖環境裡面養不起來 那我們白蝦看到會活的 他為什麼活活在你面前 最靠近台北有在養蝦的地方是哪 宜蘭 那從 好我們不管基隆或宜蘭 從基隆或宜蘭 要不要用水車載他過來 那這個水車如果合理的範圍是載400隻 你覺得 這個司機會只載400隻嗎 他一定載到2000隻 那蝦子有個壞習慣 蝦子只要筋跳斷了就死了 所以他為了 這2000隻因為不是在合理範圍裡面 所以他在水裡面要加齒環劑 讓蝦子呆掉 那等到魚市場以後 魚市場的水裡面再加蘇醒劑 也就是興奮劑 再讓蝦跳回來 所以你們現在很多人吃蝦身上會過敏 並不是獎格類過敏 是藥物過敏 可以試試看 你下次可以買冷凍的草蝦試試看 看你吃了以後 我現在再講回來 為什麼冷凍的比較安全 因為冷凍他們在抓之前 他們會先斷食跟斷藥 讓他慢慢活動以降低再抓 因為他們在怕抓的時候就會跳斷 所以 要再改變一下觀念 活蝦沒有比冷凍蝦好 冷凍蝦 只要是養蝦的 我遇過很多養蝦他們不是活蝦的 因為活蝦是他們自己出品的 我不能講出口 我講出品 因為幾乎是做出來的 那 我現在再講一個 我們現在講鯊魚好了 現在這個議題很多人在講 你們現在腦袋裡面 聽到鯊魚這兩個字 影像是什麼 耍煙 耍煙嘛 然後一根 有沒有想到一根一根的那個鯊魚型 有啊 很殘忍齁 其實那個圖片不一定是台灣的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還有 再想一個問題 鯊魚鯉跟魚刺有關係嗎 鯊魚鯉是鯊魚鯉喔 魚刺是魚刺的 鯊魚鯉要經過加工以後才能變魚刺龍 我一個朋友去吃 去路邊啊 他肚子餓 他看得像這樣 他的腳本很奇怪 人是 圓環魚刺漏漏漏漏 他是魚刺圓環漏漏漏 然後他就討漏漏 他吃一吃跟老闆說 老闆 你看 你這個魚刺肉刺怎麼沒有魚刺 他說不是啊 我叫魚刺的啊 我叫魚刺的啊 我叫魚刺不會肉刺啊 所以我的腳本叫魚刺 魚完肉刺啊 好 現在大家來講魚刺這個問題 是誰有辦法就是常常吃魚刺 有錢人嘛 你們身上有足夠的錢 讓你們隨時都想吃魚刺都有嘛 也就是說你們在路邊吃到的 所謂的魚刺肉羹或是喜宴裡面吃到的 那些都是假魚刺的 那個都是用吉利丁做的 可以做到口感很像 魚刺本身是沒味道的 就算是蒸魚刺也沒味道 那 他經過什麼老母雞啊 火腿啊去餵他 調味以後他才會出現味道 魚刺呢 我們來講 應該他的等級就跟你去買象牙差不多啦 你們會不會去吃象牙 對啊 也就是說你們也不會常吃到魚刺啊 所以下次你們要再去譴責漁民之前 先想一個問題 有沒有吃不吃福州魚丸的 福州魚丸都吃嘛 魚丸吃不吃 魚丸吃 甜不辣吃不吃 這些甜不辣魚丸 現在最多用的肉都是鯊魚肉啊 東西追刷到歐刷啦 那下次不要再去譴責漁民說好殘忍喔 把魚刺卸下來 我們和民族齁 從以前吃鯊魚就是整隻吃 而且也沒有這些魚刺的問題 就魚刺這個問題絕對不會有 因為我們是把鯊魚整隻拿來 分部位 沒錯 鯊魚刺我們另外拿出來冷凍以後 交給國外的魚刺工廠去做魚刺 可是我們是少量 我們是非常少量的 那有些鯊魚甚至我們不吃 因為這些鯊魚會有阿摩尼亞味 我們常常吃到的就是 黑刷到水刷 所以不要再去看到那個 那個照片上面 一樓一樓的魚群 就去罵魚名說好殘忍喔 鯊魚肉都丟下去 然後魚刺都流著 在義憤提音之前先想一下 你們的生氣是不是用對到地方了 因為漁民很辛苦喔 他們好不容易抓到了魚 我們台灣沒有專門抓鯊魚的船阿 他們好不容易抓到了鯊魚 拿到市場上去賣價格也不高 那可是他們要被罵 罵說好殘忍喔 你鯊魚都不用都發育 然後這些都瓶瓶絕種 再反過來想喔 瓶瓶絕種的鯊魚抓得到嗎 那為什麼去罵說 阿龍哥抓一些瓶瓶絕種 有可能抓得到 就是他可能抓了一百次 中間抓了一隻是那種魚 那漁民不會分辨啊 我們有些漁民 我在市場上看過那個 翔龜亞啦 就是雙幾 兩個眼睛在旁邊那個雙幾鯊 那個真的是瓶瓶絕種 我在市場上真的有看過 他們不會分辨 然後你們也不要 太相信就是新聞上 或電視上保的 因為你們現在每天吃都吃得到鯊魚啊 我剛剛講的 魚瓦裡面就有了 甜不辣裡面也有 甚至很多加工的 只要是用到魚漿的 肉根 那很多也都是鯊魚肉 不要再去想說 我們只是魚市 只是魚市 不可能啦 那個都是在南北貨店裡面 甚至有些人是用南北 在存銀行的 租保的方式在存他們 像那種天酒市啊 他們是 存鮑魚 存魚市 他們是鎖在保險箱裡面 所以那是 比較高檔的事情 不是每天吃得到 不要再去想這件事情 還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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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海鮮問題 挑螃蟹的問題 欸 我們現在很流行萬里蟹喔 最近這兩年萬里要去吃螃蟹 為什麼 一定要秋天才能吃螃蟹 一定秋天才會肥 很高貌狂啊 喔 紅蟹齁 櫻顏四季就可以吃 紅蟹只要咳紅了就可以吃 什麼都可以吃 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為什麼市面上紅蟹有分 處女蟹 菜蟹 紅蟹 沙公跟薩姆 其實這是同一隻 他只是 他成長的 連那個年齡層不一樣而已 還沒交配的 還沒交配的 他的還沒變性之間 紅蟹是變性 變性的卸妝 他還沒變性之前 我們以前的人一隻 處理錢 還沒變性的 所以你打開 他可能會有高也有黃 他變性沒有變過來 那這幾年 因為市場上的需求 他開始變 變怎麼樣呢 只要是還沒交配的 不論是公的母的 他拿來 母的就要處理去 公的叫菜籍 手背紅了以後 就是紅群 分公跟母 那交配過很多次 叫做沙公沙母 然後交配過很多次 然後還沒有死的 叫大沙公大沙母 就這樣而已 他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只是每年我們一到秋天了 大家就開始 秋風起蟹小養 我要想辦法去生很多螃蟹來給你們吃 像帝王蟹也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那這些螃蟹呢 像大雜蟹 我從開店到現在 除了客人自己拿過來的大雜蟹 我不會主動去買大雜蟹給客人吃 大雜蟹是淡水蟹 他吃的東西是福之神的 而且中國大陸這幾年 為了讓你們在秋天能吃到大雜蟹 他做了很多不應該做的事情 譬如說 這隻螃蟹打開以後 他的高比肉還多 你們覺得正常嗎 用雌性荷爾蒙就可以做到這一點 讓他高比蟹肉多 如果以生物理論來看 螃蟹再怎麼樣交配 也不可能把這些肉消耗到沒有 他一定要儲存一些能量 把這些軟排排到大自然環境裡面 所以他高比肉多是錯的 第二個 你們吃大雜蟹 有沒有想過大雜蟹啊 為什麼身上那麼乾淨 怎麼洗 用牙刷一隻一隻刷嗎 他是用藥水洗的 因為你們藥乾淨了 所以我洗給你們看 然後我又怕他咬 我不可能用牙刷一隻刷 一隻一隻刷他 所以我在上海有曾經 親眼看過他們洗 用那種去污粉 丟在他們身上 然後拿個網子滾一滾 每隻蟹都沾到粉以後 用水龍頭加水管 從一種乾淨的 所以大雜蟹一般我不吃啊 如果可以挑戰 你們可以挑戰看看 再來講萬里蟹 有沒有想過 還沒有萬里蟹季之前 有沒有那麼多 有沒有那麼多的 火雞到三點啊 我們回憶一下 就台北縣政府 後來辦一個萬里蟹蟹季嘛 就每年秋天萬里蟹肥的要吃嘛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這些螃蟹呢很好笑 我去釣魚的時候 竟然親眼看到 他們螃蟹回來幾千隻都綁好 而且他沒有蟹籠 他沒有補蟹籠 他只載螃蟹回來 這些螃蟹是開到中線嘛 去跟大陸民用錢換的 也是每一隻都洗好的 所以你們現在開始要想 要不要去吃那些商人 為了你們心裡想要的東西 提供你們的商品 要開始反向思考了 魚一定要吃眼睛亮的嗎 要吃腮紅的嗎 螃蟹一定要吃身上乾淨的嗎 蝦子一定要吃活跳跳的嗎 這是最基本的 那如果你們還要想要了解 每一種不一樣的海鮮怎麼挑選 等一下可以再問我 我大概講的就是這些 這是一個大方向的思考方向 就是我剛剛問你們 那個生魚片那個問題 你們以後只要想到這個問題 就是想 以後只要想到賣海鮮 就想這個問題 為什麼我問你們生魚片的時候 你們大腦裡面浮現的 是鮭魚、火魚跟鯨魚 而且是魚塊 這個影像到底是怎麼來的 就開始想這個問題就好 好那個剛剛 因為阿威一下子很興奮 跟大家分享很多了 我想大家可能 欸有時候聽的沒有這麼 好我們等一下可以請他 再這個幫我們三分鐘 重複一下怎麼挑海鮮 那其實剛剛阿威一開始提到 就是說其實我們 包括我們在做其他的一些食材的分享時候 常常會 我會想一個問題 就是說 像我們之前發生的這些食安問題 比如說橄欖油 好大家覺得說 橄欖油應該要有一點綠色 好對不對 所以呢其實廠商他們 就會開始迎合需求 然後去加什麼同業綠素阿 等等這樣的東西 然後大家覺得說 欸這個 麵阿或者是這些包子 要有Q彈的口感 所以會去加什麼 順利吸入水阿等等這樣的東西 但是我們回頭過來思考的時候 會想說 欸這個惡性循環 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因為你去問這個市場的人 攤販 他會說 阿可能要買這種的阿 所以我只能做這樣 你去問這些製造商 大同 就是什麼老闆 他會說我們是迎合市場需求 但是消費者會說 欸我在市場上我只能看到這種的 只能看到這樣的東西 所以我沒有其他選擇 我只能買這個 但是呢 這一個惡性循環 到底是從哪邊開始 一直是很疑惑我本身的問題 好 那我們想要去突破 譬如說 其實阿威塔卡很厲害 是他去突破這個東西 他藉由走入市場 然後對後面這些深入的了解 他去想說欸其實我們一般講的 好剛剛講說這個魚的話 這個一定要吃什麼什麼魚 什麼什麼魚最好吃 好火海鮮啊等等啊 這些東西是 互有的一個食物的關係 好但是現在看起來好像很難突破 那其實我們背後想要跟各位講說 欸你們有沒有去思考過這些印象 從哪裡來的 好譬如說像我們在座的是 我們有一個是跟農民合作一樣 自己養那個放養的黑豬肉 然後呢 我每次在我們這個豬肉要銷售的時候 每一個客人打電話來問我們說 欸你們有沒有松阪肉 好像這個大家要買豬肉 後面就是松阪肉 那其實豬到底有 所有什麼部位他們也不太知道 他認為說欸就是松阪肉最好吃 好但其實松阪肉這個東西 是最近才流行的 好就是我們問我們的阿公阿嬤前 就是比較資深的那些阿公阿嬤 他們沒有松阪肉這個詞啊 他們其實松阪肉是頸部這個部位 卡龍馬 他們叫卡龍馬或走桃馬 好其實以前波子這個部位是沒有人要吃的 他是後來被炒作 因為這個部位的肉常常浪費掉 所以後來他們 廠商的部分他們就想了一個名詞 然後把這個叫做松阪肉 好像這個日本的松阪牛的這種口感 結果呢現在完全整個市場是轉向完全只需要這個東西 好像其他的部位的肉都不是豬肉一樣 好那所以其實我們一直要談的是說 欸到底這個二性循環是從哪裡開始 那我們現在要怎麼樣去突破這個東西 我們怎麼樣從一個回到一個很原始的地方 從生產的地方我們去看整個東西生產出來的過程 他的原始樣料應該是怎樣 而不是可能我們眼睛所熟悉 或者我們舌頭所熟悉的那一種感覺 那好那剛剛因為阿威談了很多 就有一些你們可能 欸現在好像回想不起來 我們那個大家好你們有買自己 有買海鮮的地方 譬如說你們常去哪邊買 菜市場 菜市場那菜市場你都會買什麼現撈的 還是你通常買最常買的魚是什麼 肉魚鮭魚鮭魚鮮魚鮮魚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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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講好了 第一個 第一個齁 肉魚都要幾位 肉雞 肉雞 肉雞就是肉魚 什麼時候都有 你們有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 為什麼什麼時候都有 現在我弟弟也有肉魚 我的肉魚已經要300以上 我的肉魚差不多巴掌大 一斤要300 而且我是在看他另外的 肉魚也是韻人 他跟白桑是同科的 他叫赤昌 暫時的赤 我們幾下張 赤 啤啊 金庫鬼啤 他叫赤昌 他跟昌魚是同科的 他跟昌魚聖閃期應該是同一期 也就是秋天以後 開始冷 才會好的肉魚出現 你現在買到的肉魚很多 都是泡料 然後 動著 退的 你現在回去煮的時候 你注意一件事 就是我剛剛講的 泡泡的問題 他會不會有很奇怪的泡泡 請問一下平常用尖的 用尖的 用尖的 其實尖的也很簡單 他 我們尖魚 技術在擦 肚子不會先破 你尖的時候是不是肚子先破掉 對 對 因為魚腹是整隻魚裡面 最脆弱的地方 而且他內臟一直 他不可能清除內臟以後再病 他連內臟拋藥去病 可是魚腹這塊皮最軟 所以他在裡面 他以前內臟裡面的東西又起了變化 他在冷冰 他這一塊肉 他只要退冰以後就會脆弱 所以你煎的時候 一般都是鍋子熱了 油熱了 一下去沒 肚子也破了 還沒煎就破了 這個就是動過手腳的魚 那其他的 只要你 應該在盛產期的時候才吃得到的魚 你就不應該在不是盛產期的時候買得到 等一下 肚子破的問題有沒有 因為我的煮魚習慣會把內臟拿掉才煎或煮 對啊 所以我就不會發現到 還是會破啊 還是會破啊 等一下 你先聽我講完整喔 你剛剛就說是因為泡了藥 所以內臟會有變化 所以他會破 但是我們一般是處理魚的時候 就往路子那裡畫一刀 把內臟都打乾淨 才會去煎 對 對 那 就 我不懂你的破的意思是說 你煮魚的話 他被我看過 他被我畫過 對 你現在可以聽我講 我了解你的問題了 你煮魚的畫一刀 他肚子應該是開 不是破 你煮魚的時候他會往兩邊開 他不應該從中間破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到你店裡面去 不是不是 就很簡單嘛 他講的爆裂嘛 就是破 破掉爆開了嘛 你畫開他是往兩邊開嘛 那不應該從旁邊破嘛 他應該從你畫的地方的刀頭開嘛 不規則的就變成花花的這樣子 就是破掉啦 破掉你懂嗎 不好意思 就破了個洞 我可以補充一下 謝謝 謝謝 不是破開是破 破跟破 沒有他現在的問題是說已經破開了 我怎麼去看他破了 那補開的魚很簡單 補開的魚他應該是從刀口 向兩邊開 他不是破掉 他會 新鮮的魚他就算是開過刀 他還是很漂亮向兩邊開 微微的開 就是有規則跟規則 對對對 那破掉是好像一個洞一樣 好像爆炸爆裂一樣 那個才是錯的 事實上喔 像我自己煮的啊 有時候魚還都用煮 可是洗的時候 他有時候手會摸他自己會破掉 那就是 那個就是因為 像我 我剛剛不是有提到 我白腸是過年前 上個月我就買 那我冰的方式是 內臟去掉 我用真空包裝機 把空氣抽掉 再冰到 因為我店裡有個好處 我那一台冰箱是零下20度 至少可以撐兩個月 所以我會在過年前做這個動作 這個都OK的 那一般泡沫要的魚 他就是整隻泡 一次大概 泡個10斤 20斤 更恐怖的 中國大陸工廠 可以一次泡幾噸 然後泡完以後再拿去冰 所以他的內臟沒有清掉 然後又本身泡過藥 那他會出現的問題就是 他本來最脆弱的地方 會最先破 那如果沒有破的話 是 密氣好 那 開始煮的時候 你煮湯 比如說你煮湯 我們煮湯會出現的是小泡泡 我們煮海鮮一定會出現小泡泡 那是肺的蛋白質 我們撈掉就好 可是這種泡藥 出現的是大泡泡 而且是水沒有滾之前 大概80度90度他就開始出泡泡 味道是 味道是 你去挑魚的時候 你要記住一件事 我們手先捧 他身上有黏液 表示這隻魚沒有處理過 因為你泡過藥黏液就不見 來一講太太 魚肉越新越不太太 那這隻魚如果沒有黏液 你就開始看 翻開以後 欸塞怎麼紅的 眼睛為什麼是這樣的 你可以用鼻子去聞一下 如果聞到魚腥味 阿摩尼亞味 都OK 阿摩尼亞味 可能他比較退流 可是你聞到是一股藥水味 就錯了 我有親眼看過那個 金山那邊的漁民 這個很好笑 我們不是要帶腮紅的嗎 然後我去找我朋友 我平常之前在金山 他叔叔在抓魚 我去找他聊天 平常奇怪 你們家外面有這麼多威士比 紅棍阿 他叔叔用威士比在泡魚 把腮泡都放回來了 我跟他講這個 沒關係 這稍等喔 泡得紅了 水果很清潔就都不皮了 我親眼看到 我可以保證 因為他們漁民他傻不得 他們不知道怎麼用藥去 那傷人就會 雲民呢 動的手腳比較傻 所以他們會做一些 比較莫名其妙的事情 老師可是用什麼酒泡服 不是更貴嗎 用酒 我意思比不會貴啊 因為 現在你的想法 魚有的甚至一斤可以到一千多塊 要看魚走 像白昌現在你去問一斤都是一千多 那如果他現在塞已經不夠黃了 我又不能交代 我又只生不到掉白塊 我是人家要問我的方法 就是漁民之間流傳的方法 您好 我就是每次去買魚都 你會問老闆 老闆這什麼 所以我後面真的是被敲了很多 那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在市場上 去那個魚灘啊 通常那個魚灘它就是固定賣那隻狗 然後我們就去 我看大部分的灘都這樣 很少說 或許有一些灘它會 不是每天來 不是固定的灘 但它來的時候 它會有不一樣的宇宙 每次可能都不太一樣 可是我們去看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說 這個魚可能長相很奇怪 沒看過 這竹起來不要什麼味道 我太敢買 那是不是像這種灘會比較好呢 欸 您貴姓 我姓王 王大姐 我去練一個概念 海裡面齁 長得越醜越好吃 哈哈哈哈 怎麼會坑你 對對對 你注意去想一下 它只要形狀夠怪的 然後顏色不能鮮豔 就算顏色鮮豔也沒關係 因為毒齁 有些毒 只要不是神經毒 蛋白毒的話 煮熟就沒關係了 我們吃的魚很多都有毒 獅子魚夠不夠醜 太好看了 太好看了 對 很醜嘛 獅子魚很好吃 而且獅子魚背脊很毒對不對 其實獅子魚就是我們講的獅狗公 它是同科的 只是獅子魚長得比較醜 比較艷膩 就拿到水服箱 然後獅狗公長得比較呆 比較黑 就放到市場去 哈哈哈哈 那你剛剛講這個問題 就是你固定去那幾個攤子 我剛開始跑市場的時候 我有想到這個問題 所以後來我乾脆就自己去釣魚 我去魚港便跟那些漁夫 就混熟了 開始問他們漁民之間怎麼去搞鬼 講怎麼去作業比較好聽 其實都怎麼去搞鬼 那第二個 我會開始想這些漁市場 它都是去哪買魚 所以後來我去北部最大的漁市 我去看 我覺得無聊 我大概11點多就去 我從第一場開始叫貨 魚到貨 一直到5點多6點多 7點 我才走 那我跟你講一個很好笑的事情 不要說你啊 我的師父 他從台東上來 他跟我去 他班定去一年了 那最近他不知道發什麼風 他最近也要想他洗回我 一下班就去 到像這麼冷的天 他現在也是每天去 到7點才回來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 他從開始去的 第一個禮拜就被騙兩次了 連他都會被騙 這兩次比較好笑 第一次就是 那個人家剛跟他講 這個魷魚很棒 結果他很高興打給我 我說 魏哥他有魷魚 我說他有魷魚 你就買 我說多少錢 我說一百多塊 我說靠我怎麼那麼燙 我告訴你 結果他提到 我們認識的攤頭 我們會有幾攤比較熟的 跟自己兄弟一樣 我有時候吃吃檳榔 喝啊 餅那一種 他直接拿了那一攤 那個人就跟他講 嗯 那你貴這個做什麼 他就說 你貴不對 不貴的啊 這會賺 背油 炒到那是一整個阿摩尼阿米 那這不是魷魚喔 不是啦 他是魷魚的一種 可是那一般都是拿來做乾的 做乾以後還原才能吃 他沒有人在歇神吃的 第二次更好笑 因為我店裡常常有一些釣油 他會拿釣的魚來給我 那最近那個 鯛鯛鯛 鯛鯛 盛產大 開始大隻了 那鯛鯛鯛鯛鯛有一個特別的叫法 叫有點太太 一鯛有三成功 就是鯛鯛可以搭到 那他會一鯛 秋鯛是最壯的 那他就剛好又有一個釣油 拿秋鯛到我店裡 然後我這個師傅就看到 當天晚上他要去開發店 他看到那個散貨 因爲 我有時候會挑散貨 所謂的散貨就是一胎裡面有好幾種魚 這會比較便宜 可是如果你今天試貨 你就可以再給我 那他看到閃路灘裡面呢 有好幾隻的所謂的秋倒 他就跟他主動去問那個人 他說啊這多少 喔這70塊就好 算得比較少 他很高興的又把這個魚買了 今天他又到另外一個灘子了 也是熟客 另外一個灘子那個男爹就跟他講 你不會做什麼 他說這不知道 不是港來歐 我只要一聽到港來歐我就知道 就是他是在港內長大的烏魚 他的肚子裡面都是臭的油 跟臭的沙 然後我這樣講完而已 我那個師父說對 我早上沙的時候是這樣 我把他丟掉了 他跟我去看飯店去了一年喔 雖然沒有每天去 可是大概也是一個禮拜 會去一次到兩次了 他都會被點 所以市場上基本上 如果你不是很熟很熟 你要知道他們賺的錢就是佩里納 10塊到50塊不等 我所謂的片就是 他要多賺這些錢 因為他能賺的就是 一斤多個10塊到50塊 所以他會想盡辦法加在你身上 那他們會去買的魚 其實就是我現在去釣魚的地方 還有你們不要以為 你們去漁港吃的魚就特別新鮮 漁港你們只要有空八九點去逛逛看 現在不是漁船在放魚 現在是養殖漁車在放魚 你要幾斤 今天10斤開始漁 漁港的水就在裡面 所以漁港的魚不一定新鮮 你們去漁港挑魚要特別小心 像我去挑螃蟹跟龍蝦這些 吃的類 我一定會把一根虛折斷 或是他的游泳的那個 最後一根扁扁那個游泳之折斷 你知道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嗎 有沒有想過我們去吃那種生猛的海鮮 他這麼生猛會不會死 那死了怎麼辦 你覺得他會丟掉嗎 拎起來吧 那今天你去挑海鮮挑龍蝦 你會認你認識龍蝦長怎麼樣嗎 不會嘛 那很簡單你挑活的龍蝦進來 我就把它再丟回火山裡 我拿冰箱死的出來煮 所以我折斷那根虛 才就知道你是內行人 因為等下上桌的時候我會對 欸我剛剛虛折斷你這是怎麼有虛 我剛剛游泳之瓶折斷你這是怎麼有 那對不起請你換一盤嘛 這我們可以做的嘛 所以其實是觀念的問題啦 因為現在為了滿足你們的觀念 我要做給你們看 所以才會衍生出這麼多好笑的事情出來 那去買魚就簡單嘛 你就不用問他說這是什麼魚嘛 你可以在家裡自己找嘛 現在有個叫台灣魚類資料庫 它可以從外型 從魚的俗名學名去分 如果再不行還有個叫台灣海洋學習網 這邊也可以找到魚的知識 你去你根本不用問他這是什麼魚 賣魚的不一定懂魚啦 賣魚的只是要早上喔 要去看馬丁買魚回來 那一斤我應該要賣多少錢 我們的主甲魚年龜啊 可以細分成四種 他們都不知道 我們的青魚可以細分兩到三種 他們也不知道 所以你如果真的有興趣 又想不被騙 你去魚市場買魚 就是第一個找固定的牌 第二個不要對醜的魚有所抗拒 你是要吃它不是要拿回來養 第三個就是你在買魚之前 不要再去問他這是什麼魚 再請問一下 就是像現在有些有品牌的魚 像你這樣是這裡有褲子啊 媽媽的魚 像現在有褲子 你這些這裡有一點 你看到嗎 這個是我個人意見 你想的意見是 為什麼你每次都會在電視上 包一些料 哪種魚不好 哪種魚不好 他是醫生喔 他是腎臟科醫生 魚的事情老實講 不管他吃 這是政府要做的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因為他本身是賣魚的商品 那他的魚 他的魚都是養殖魚 他甚至還有賣挪威星魚 這些魚他說 他說他所謂的檢驗合格 請問是誰檢驗的 政府嗎 他自己嗎 那這些魚是養的 對啊 那他這些食美方要別食海水流進來了 海水他不能符合嘛 那為什麼你賣魚要賣到 像老鼠會一樣先加入會員 在賣外面四倍到六倍的價格 為什麼 魚 那個 也是啊 那個我去逛國 那隻蛇 那連那個工廠做的 竹甲魚 一頁竿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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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竿 他去哪身蟹牛鮭魚呢 鮭魚每天從挪威來的 法羅港來的 那都行 都最棒最新鮮 那都養的耶 挪威人不吃野生鮭魚耶 他說那個是熊才做的事情 人是不吃野生鮭魚的 還有你們現在在 我們一直對鮭魚很有名思 剛剛有個偶機上講 那個叫日劇時代有鴿連尼 日劇時代那一種鴿連尼 是從日本來的 那北海道秋鮭 北海道鮭魚 現在連日本人都吃不夠 他也是吃挪威法羅進口 其實基本上鮭魚有分啦 你看到粉橘色的 吃薩西米看到粉橘色的 那叫鮭魚 你在那個佳樂福 在頂號看到橘紅色的 那叫鑽魚 兩種是不同的 所以他價格會差那麼多 只是他們把鑽魚叫做鑽鮭鑽鮭 他一定不會用鑽 他一定會用鑽那個字 因為鮭魚比較好賣 這個是你影響中的問題 那真正的鮭魚好的 一斤要三百多塊 便宜要兩百多塊 所以你在佳樂福 在頂號看到那個橘紅色的 那不是鮭魚 那是鑽魚 不好意思還有一個問題 您剛剛提到一些價錢 或者是鑽魚 或者是鑽魚三百塊 你換算錢一兩百二十塊以上 是不是有一個新鮮的魚 至少要有這個以上的價錢 才會比較好 看魚種 像秋刀魚 你知道秋刀魚有分等級嗎 秋刀魚從特特 特一號二號三號一直細分到六號 我們現在便當店吃的到的 是三號以後的 比較小 那我們海鮮店 或是日本料店在用的 我是用特特的 我的魚 只要我做椰缸會縮水 我縮完水 差不多還有二十公分 那三號以後 一直到六號 就是我們雕居店 做釣魚用的 所以每一種魚 它會因為它的大小 因為它的鮮度 決定它的價格 所以你如果買到 我剛剛講馬頭 馬頭是最恐怖的 還有黃魚 現在視頻上 這兩種魚是最恐怖的 最容易靠藥的 而且它靠著藥 它的魚 甚至不是幾個月前 甚至有幾年前的 你想啊 馬頭這麼貴的魚 日本人就要幹掉了 買頭這種魚很貴 它可以賣三隻一百 那還是有人高興的去買 還有部落客喔 高興的買完 今晚以後 那肚子一破個大洞 還在想說 哇 好美味 所以 你應該去想說 你花多少錢吃多少錢的魚 才是對的 你不一定要吃這麼好的魚 你可以吃青骨夾 可以吃竹夾 這種魚沒容易動手腳 因為它太便宜了 好 我可以請問一下嗎 那個 這個魚蛋水魚 不是當季的魚最好的嗎 沒錯 當季的魚是最好的 可是現在沒有所謂的當季魚了 因為我兒子是一直也在釣魚 他現在已經到國外去了 我兒子也叫阿威 真的不是在裡面 他叫林中威 對 他們也是 因為有朋友在澎湖在抓魚 他們有漁船 我家在吃的魚都向朋友買這樣子 他們要寄給我的時候 他們每一個 每一次 像說我買那個 那個土土 他就每片兩片 他就給我切切切 把它冷凍好 然後就 然後再寄過來給我 趕快把空氣丟掉嘛 對 他都在我一直這樣 那我回來 我只有 我為了 為了我兒子會釣 我還買一個老洞庫 中文鞭魚 努威名貴 上線的那個 對 我是中文這樣子 如果像他在 我不知道 要不要像你說還要在真空什麼 因為我們那個魚是 自己遺傳釣的 我像中文在市場買的魚 像我說阿威 我現在在市場買的魚 我就吃不習慣 他就跟我說阿姨 你這下場 你永遠不會去菜市場買的 因為有時候 我又換魚吃 我說不不明 那是那個土土 還有酒 是啊 對啊 我相信你一個觀念 是 你剛才說的 挪威冰粿 這個 一般人就去買 這是最正確的 因為這種冰 為什麼叫挪威冰粿 因為挪威那邊 我叫丹麥冰粿 那邊習慣用這種冰箱 像在冰海間 它是上先行的 是 上先行的 因為熱空氣是上升的 它不容易讓冰箱急速下降 會復急速下降 因為我每次買都要差不多 將近一萬塊左右 第二就是我告訴你 魚鱗給你的魚 是 應該是 沒辦法長期供應同一種魚種 是 所以它給你的花樣 給你的魚的品種 應該很多才對 對 我都跟他說 像說 冬天夏天 像說我現在就買那個土土 是 還有一個問題 是 因為 我剛才說 現在已經沒有 因為人沒有才有天理 所以現在天沒有才有乾淨 是 你看 我可以在冬天 背後就背後 我在冬天12月買到飛魚 你覺得 所以 它漁船給你的東西是對的 可是它說它是漁船出來的 你要開始想一個問題就是 它有給你很多不同的魚種 有 還有第二個 它給你的魚有整隻的 有切塊的 就是有很多種 有長條性的 有扁的 它應該是不同的魚種 因為它去野外抓嘛 它沒有可以選擇抓哪一種魚上來 沒有 它給我整隻都切好 連頭髮都來 都整隻 切塊的 對 那為什麼它跟它切塊而已 沒有 我叫它一定要給我冷凍 不好意思 你的魚怎麼跟它抓了幾種魚 大部分他們都是抓頭 因為你是兒子的朋友 那所有英年四季都有頭 你可以抓 沒有 偶偶夏天就會抓 類似 都愛吃那個 叫做 叫做 忘記了 我就是 一年四季 我在室內都沒有 澎湖現在有個問題 澎湖現在很多魚 是相亡養殖 不是真的抓的 連卡媽町每天都有相亡養殖的澎湖出來 它那個模式是 從魚苗抓過來以後 放在相亡裡面 養到大出來 它是利用潮汐 用天然的環境在養 那第二個 講到澎湖 我們大家現在市面上 常常知道澎湖生蠔嗎 澎湖牡蠣 所以 你們知不知道 牡蠣怎麼大 牡蠣是用重的 種的蚵仔 靠上頭 我們普通吃蚵仔煎 這麼大顆的 要吃一半五個 就是說 也就是說 那個澎湖生蠔 那個大小 可能要養到兩到三年 所以你們問 朋友在地人 他會跟你說 我們澎湖 沒有這種澎湖生蠔 我們澎湖 我們朋友 真的都吃糟糕 夾身的小小顆 那這種東西怎麼樣 很簡單 因為你們要吃澎湖的 所以我去澎湖 去韓國 去加拿大 淨生蠔 我到澎湖泡一下海水 從澎湖出貨 所以叫澎湖生蠔 因為 這個養的不夠你們吃 不是啦 因為他養到那個大小 要兩三年 他怎麼去養 可以養到量那麼大 不可能 所以他靠進口 我通常是買錢 比較沒有 如果夏天就是會買那個 軟湖的 軟湖 軟湖 有分 軟湖 有分 幾隻動的 有分 沒有的 動的跟沒有的 價值三次 軟湖 到現在是沒有 沒那麼多吃 所以一定是 沒有 沒有 他都是 他自己抓給我 因為我們兩個 我們都很認識 這樣子 他抓給你 他怎麼病 他對我們動好 在 整隻的嗎 對 他有去皮嗎 沒有 沒有去皮去 那 他賣你多少錢一計 我不知道 我就說 你爸爸一計 他就一直說 啊 我說那多少錢 那我就會給他 可是通常我在家裡吃 真的跟 儀式場買的 完全都不一樣 一定的啊 完全都不一樣 因為你命比較好 你有辦法接觸到他 謝謝 謝謝 一般的不可能啊 因為我一年四季 差不多會給他買三次 三次到四次 以你們家那種挪味冰櫃來冰 對 OK 那個挪味冰櫃可以撐到 到上個月到四個月 是 所以 可是一般家庭不會去買那個東西來 因為兒子以前很愛釣掉 白菜也會釣著桌一箱 我母母這樣怎麼辦 所以我就想說 我買一個這個給你好了 我買回來 那個是最正確的變法 那你現在如果沒辦法抽真空 第一個 包座 包座 包座現在拉拾 是 你看你有什麼座 像說那個銀蔭子可以嗎 你用那個插手紙 插手紙 像花枝軟絲類類 你可以用插手紙包完 是 再包一層保鮮膜 再包到塑膠袋裡面 是 那為什麼要叫你包插手紙 因為插手紙會吸水分 吸水分以後呢 再用保鮮膜包著 然後再用塑膠袋包著 就可以保鮮膜比較久 那我不是 我是直接把它灌水在裡面 喔 包水冰齁 對 是用汗水油 可以再用塑膠水油 是喔 那我就錯過了 自來水裡面有濾 喔 是嗎 沒錯它本身是一個很好的效果的方式 喔 本身如果 你要想喔 如果你沒有包好 會有一半是步步在攻擊中 喔 我是有大鏈的 喔 假鏈袋 對 假鏈袋 魚的話你要小心 因為魚有時候是會把 把那個 假鏈袋刺破洞 它還是會漏水 所以你應該就是 魚的話 魚的話不用包插頭紙 魚的話就是保鮮膜 嗯 假鏈袋 嗯 嗯 就差不多這樣 那最好的話 魚的內臟最好先清出來 喔 出心了 對 那就是最好的保鮮方式 那如果像剛剛 它有一些 就是說你說 那個 內臟都那麼清了 如果它是冷凍已經來了 如果沒有清 那我們還是要讓它稍微退一下 先把它清出來嗎 看這隻魚冷凍多久啊 嗯 那看你多久要吃啊 是 如果 如果 如果它是 兩天前冷凍的嘛 那你明天要吃就不用做這個動作 那如果相反的 你是 已經冷凍很久了 那你又要放很久才吃 你帶它做這個動作 做去內臟的動作 是 相互說 有種類似的那樣 嚴格的那個 那個 那就是喔 嚴格人家以前說清衣啦 喔 對對對 那跟你講 那時候不是清衣啦 清衣又是清衣 它有一些利率嘛 對 清衣又是清衣啦 酒漏 它是清衣的 酒漏又是清衣 那是真清衣啦 嗯 那因為這幾年喔 清衣吃得要完啦 啊 鞋子很漂亮啦 鞋子是做到清衣很新的 那就開始在鞋子啦 這兩種我都 我都以為 就像你說清衣還有鞋子的 類似跟它做什麼的 那是鞋子啦 啊這兩種肉都很好吃的 對 不過這兩種 比較減吃的 因為它是酸胡椒魚 喔是 它大了很慢的 喔是 是的 以前你可以問那小孩 以前那種喔 青菜都很緊 現在有九粒很好吃的 是 很常安慰的 啊這鞋子有兩粒三粒 平和那邊最多 平和那邊人去鼻齁 青菜的鼻齁都 六斤七斤那種大小 五斤四斤也有 但是我才過很久 對 不要吃的啦 好 謝謝 謝謝 欸那我們其實談了很多齁 剛剛在談比較多是那個 不能吃的嘛 不要挑跟不能吃的齁 那其實大家比較想要知道說 欸假設 因為其實魚的知識實在太深奧了 我覺得我現在其實蠻清醒說 我沒有從這個領域下手 因為這個牽扯到的問題 種類啊 後面這些生態文化 已經是非常複雜 那假設說 其實我也想要問一下威哥 就是說假設我們是什麼都不知道 好 那我們就是譬如說現在這個時間 那我怎麼樣可以知道說 哪些其實是東西我是比較可以吃的 第一個齁 你們應該先想說你們喜歡吃什麼 因為吃一定從喜歡的開始 那第二個 盡量去 不要去一般的市場買 去有定期檢驗的市場 像家樂福的市場 他們 我有一年要挑好女 挑不到美藍色 我在家樂福會買到 那因為他們的東西 就算有動過手腳 有加過藥 一定也是在合理範圍 因為他們會有定期去抽驗 那如果你在傳統市場要買魚的話 買海鮮的話 魚就盡量挑那種還不能養的 比如說秋刀魚 青魚 竹刀魚 竹刀魚 這些魚去買 那要吃五鍋魚也OK 可是五鍋魚現在因為 它有好幾種名字了 我們最常看到的什麼鯛魚片 那其實就是五鍋魚打一羊花灘變紫色 就這樣而已 那就是台灣鯛啦 那台灣鯛就是福西瓜 那其他就是五鍋魚這樣 甚至有尼羅頭紅魚這幾種 反正你去挑當季 當季就是大量在市場上出現 叫當季 就是這個季節到它突然出現 已經不是照以前說照節氣走 這個節氣就是吃什麼魚 已經沒有這樣 就是現在市場上大量出現的魚就叫當季了 那第二個 你去吃海鮮 你去買海鮮的時候 不要挑便宜的 因為便宜的一定有鬼 你就可以便宜 嗯 我所謂的便宜就是 這個魚鳴你現在一斤是一百多兩百 它卻賣五六隻 這就錯了 因為它一定中間有動過手腳 或是這個魚已經不新鮮 它用貴牢 貴牢的儀才會這麼做 那第三個呢 就是你們要先把自己腦袋裡面的氣袋先打掉 先把那個畫面打破 再去挑魚 就是你們剛剛那個畫面 比如說我講到鮪魚 你就想到那個生魚便宜怪怪的 那就是錯的 你應該先把這個畫面丟掉 到現場看 用手去摸 它身上有沒有黏液 它的魚 是不是從保利龍蝦裡面一隻一隻拿出來的 它的魚摸下去 我們一般最新鮮的魚會經過一個階段 叫西後頂 或西後捏 它剛死的時候是硬棒棒的 肚子那邊 那等到 如果它再不新鮮一點 你用手去摸它 它的魚肉會彈回來 如果這兩種都沒有 就千萬不要吃了 這是最基本 那螃蟹 就是挑身上髒的 而且是越髒越好 因為越髒 如果它身上還有長一些寄生蟲 那更好 表示它在天然環境長大了 然後身上髒沒關係 回來以後呢 還有我現在給大家一個處理螃蟹的觀念 千萬不要拿筷子去搓它 也不要拿酒去餵它 因為你怕被它咬嘛 所以你會做一些動作 我們買螃蟹回來 第一件事就把它放到冷凍去 它會病暈 它會因為失溫 然後整隻暈掉 就算你早上要吃了 你做這個動作 下午它就暈 它只剩眼睛會動 你把繩子拆掉以後 它就任你宰割了 你千萬不要拿個菜刀餅醉它 或者拿個叉子 一定要把它叉死 因為所有的生物都一樣 它在死之前會鎮扎 所以千萬不要 像我們去吃剩餘片也是啦 老公下來 現在老公如果小隻都吃了 老公下來 老公下來 第一件事 炸骨頭開始講 講到死不死 為什麼要那麼累 我們把它冰到冰箱嘛 它是不是會暈掉 暈掉以後 殺它它也懂悍美之訣啦 所以它不會跟你拼 它的阿摩尼亞不會排到身上 每一個細微的血管裡面 所以這隻魚也不會那麼難吃 這個我有做過實驗 因為客人帶螃蟹來 我幫他料理 我先交代他說 你先在冰箱冰暈再來 我說為什麼要冰 我說你照做久 結果來沒有冰暈 我就當場給他機會教育 有三隻 紅筋 兩隻呢 我就直接 我說我直接弄黑 用你們的方式 用叉子叉死給你看 我在他面前叉死 另外一隻呢 我用怕水冰的 我就水加冰塊 把烘熏 丟進去 讓它暈掉 怎麼看它暈掉 就是它已經沒活力了 拿起來 它剩眼睛還在動而已 我一樣把它都剪 我兩隻呢 分開正 那兩隻剛剛用筷子插死的症 還有這隻 就是用冰暈的去蒸 叫他吃吃看 那兩隻真的有阿黃尼亞味 因為 生不再怎麼笨 他死之前都知道 你要殺我了 他要緊張嘛 所以他把身上那個 尿刷全部排到身上 每個血管去 所以千萬不要去做那個動作 還有 又講到這個問題 現在很多是連繩子丟下去一起煮的 也就是說 他根本就不處理 他連塑膠繩一起丟下去 煮一煮呢 好心的店家會把塑膠繩剪掉 讓他們別撿 那比較笨的店家是 塑膠繩剪掉 連塑膠繩一起 幫他把這邊給 不行 你現在可以去幫他吃吃看 他是連塑 那你要想喔 他那一鍋煮了多少塑膠繩跟糖蟹 他同一鍋煮 你看嘛 那個 蟹雞的時候 一天可以賣幾頓的蟹 那每一家都是用同一鍋在煮 那那一鍋裡面有多少代曜心 你知道嗎 那你吃的螃蟹也是更代曜心一點 那再來講到蝦子 我用你請你 有什麼 有什麼 什麼要有什麼 請你說蝦子 因為我實在日本人走路 這是什麼 因為沒有蝦子 你怎麼說 蝦子 蝦子 對台灣人很重要 因為這個 我講到鄭辰公的面子 鄭辰公以前吃到 有一個 有一個說法是說 國姓魚 國姓魚是這樣來 蝦子 每年過冬至以後 它跟烏魚差不多時間 有野生的會進來 那叫 我們一般一年 叫做麻蝦子 跟一年麻蝦子 那大隻到 差不多 我的手臂這麼長 那在抓的時候 那外派 那麗道跟鯊魚差不多 那麻蝦子 因為少 所以它在市場 供貨量也少 那蝦子魚很多 蝦子魚 一般養殖的 大概一隻上了 大概三斤到四斤 它就開始賣 那蝦子魚 日本沒有 可是有一些外國國家也 它在國外叫牛奶魚 MUK 那這種魚 因為 因為 我們現在台北人 吃得到的 那都是屈或刺的 這種魚 它身上有很多痕刺 所以一般 只要是台南人 他們會自己挑 他們吃魚 吃四目魚是自己挑刺的 那我們台北人呢 因為比較不會吃魚 所以呢 都是 一般都是做好處理 把魚刺都挑掉 才送來台北 那最常吃到的是 四目魚肚 我剛剛有講過嘛 魚腹是最難保存的 所以外面的四目魚肚 整塊冰好的 很多都是靠過藥的 所以不要光買魚肚 因為我們喜歡吃四目魚肚的湯嘛 所以他要處理起來 他的 他那一種樹 叫咖咖 魚齁 他內臟用到的 叫咖咖 譬如說 鵝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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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叫咖咖咖咖 鵝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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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 所以你可以長到好的 不過這種雲一般 就是沒有加藥的或野生的 這種雲一般不會出現在看頭上 你現在看頭看得到一般都這樣子 請問教室你如果要吃三萬魚 你要吃雞頭還是要吃雞肥 我們台灣人齁 有一句話叫流流秋秋 吃雞蟠蟠蟠不知道你要聽到嗎 這是說魚子 魚子最正的方式就是 是由魚頭開始吃 魚的眼睛吃完以後 順著魚齊魚刺的方向吃 從魚頭吃到尾巴 所以為什麼台南人吃刺目魚 有辦法自己挑刺 他們知道方法 因為他們不會 其實我們台灣人吃魚有一個最壞的習慣 一定是從魚腹 人家裡的腹腹 喔 真的最正 你知道你如果一腹腹 魚的腹腹的飼 整個腹腹 他那個結構都已經整個都翻掉了 所以你現在亂吃啊 你的小事就會跟著上來 我們每個魚 從魚頭開始吃到尾巴 他每一個蟹 整個都看得到 不然他不會露到霧 他吃的時候就過了 他都不開嘛 我大概都吃魚頭 兩個魚頭就很燙 那就是咖啡 那就是咖啡 魚頭呢 對 那就是咖啡 三百魚最多的就是豆 豆煮到就叫咖啡 那魚頭是最燙的 那魚頭用滷的不可以吃 要用煎的不再要吃 煮湯 煮湯也是可以 但是你煮湯的時候 你有跟我的泡泡泡嗎 沒有 沒有就可以了 因為你想說 大泡泡的 就是有冒大的泡泡出來就少吃了 因為一般會冒小泡泡都正常 你也不要常常對單魚魚種 因為那個 雖然我們愛 可是那魚腳的 他等於是 比較廉價 所以他 比較不會注重到衛生 等一下 還沒有 有沒有 夥伴有什麼問題 那個 他要 他要晚一點 我是想問 就是說 我是想問就是 因為我們有些時候 上班族 因為下族 我們一定不動 我們都一般都吃不完 那像 咖啡廳 其實這邊 不是只有一間 還怕魚場嗎 對 我想問說 像他們那些 上午下午 那種 藥理方式 到底是不是 適合我們去 我是以健康概念去想 就是說 適不適合我們去使用 在 在日本 他們對生魚片的處理方式 就是 一 一定要經過一個叫熟成的動作 也就是說 這隻魚殺好了以後 他在 他的表層 做一個消毒的動作 可能是用火炙燒 也可能是放回 零下 十度以下的冰箱 或是 到三 零下 講說零下 一度到十度左右的冰箱 再讓他去冰一下 這個動作叫熟成 其實這個就是在 做一個表層的消毒動作 有沒有想過 生魚片為什麼可以生吃 牛肉為什麼可以生吃 蝦肉為什麼可以生吃 雞肉 豬肉 螃蟹肉 很少人在生吃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寄生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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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肉沒有寄生蟲嗎 魚沒有寄生蟲嗎 很多人都不知道這個問題喔 其實這跟魚的 跟肉的特性有關 一般我們拿來生吃的肉 都是從外面腐敗的 所以我們只要在表層 做一個消毒的動作 比如說用火去烘它 或是冰它 就可以生吃了 那 相反的豬肉 雞肉這一種肉 螃蟹肉 是從裡面腐敗的 今天如果你聞到的臭味 它是從裡面壞到外面來 它已經沒有救了 所以這種魚肉 這種肉的特性的東西 我們比較少去生吃 那你剛剛講到那個問題就是 你要看它 對這塊肉是什麼處理 白鮑魚場 它是一塊一塊放在那邊 要吃才切給你 這個是OK的 它放在那個卡布里台 它的冰箱邊 那個動作就是在做熟成 那有一家 很有名的叫 海鮮食品 大家很喜歡去吃它那個 生魚片丼飯 超級無敵海鮮蓋飯 你們下次去吃的時候 可以看它怎麼處理生魚片 它的生魚片是一塊一塊切好疊起來 跟三一樣 那我這中間我就不用再去細數了 你只要看它們 它們對魚肉的處理方式 就知道說 你吃下去的魚肉到底新不新鮮 會不會處理 因為兩種處理方式是相當全素的 那個生魚片生肉這種東西最忌諱 不管哪一種生肉 最忌諱就是肉疊肉 因為肉疊肉最容易產生細菌 那如果你今天去外面吃生魚片 它是一塊一塊很規矩的放好 你要吃的時候 我三片切給你 五片切給你 這就是最正確的方式 那至於你說寄生蟲那些問題 它如果有做過這個熟成動作以後 應該都是還好沒問題的 最怕的就是生 就是抓起來馬上把它敲死 或是抓起來 魚船上直接切一條一條就開始試 那個就是錯誤 那一般都是因為我們看了日本很多那種 光光節目 因為他們要有題材去演嘛 所以我們去接受那個資訊就開始 魚船上他們在吃 他們會選魚啦 他們會看魚啦 然後他們也會至少會用冰水 再選一下 冰水用冰水啦 冰台水再去冰它一下 或是用台水穿一下 很少有人抓起來直接生的吃 就生的殺的就吃很少 那個觀念要改變 那我先生說 那像 鮮餐叫爭鮮嘛 他們是有看到連水店 也就是賣那種動飯 那那種 對健康來說是 比較 你們是可以接受的嗎 還是 我先講一下爭鮮這家店 大家以前不知道 有一家外銷成衣叫 金秋外銷成衣 爭鮮的老闆叫陳金秋啊 他以前是做外銷成衣的 他外銷成衣賺到錢以後呢 就去日本 看到這個回轉壽司的商機 他回來開 那很剛好 我有個高中同學 是他的展店部經理 那你知道 爭鮮這家公司啊 他除了你市面上 看得到他的回轉壽司以外 他的冷凍海鮮做多大嗎 我去買貨 我有時候還要買到 爭鮮冷凍食品 冷凍海鮮他提供的食材啊 這家公司你注意看喔 他算是比較有良心的公司 為什麼 他在鮭魚很貴的時候 他會自己去 那個拉斯維加斯 阿拉斯加那邊 阿拉斯加那邊 進鮭魚啊 因為他想要給 他的客人是最好的食材 可是同樣的 因為他是給你真食材 你看他那個鮭魚卵壽司啊 小黃瓜佔了三分之二 鮭魚卵只有其中幾顆 因為他不想給你假鮭魚卵 那其他的 其實很簡單 你現在開始想 你花多少錢 就應該吃到多少錢的東西 你去夜市吃那個 就是壽司一個十塊的 你千萬不要期待 他會用正鮭魚卵 然後用真的什麼 蟹肉棒 用真的明太子卵 你千萬不要去期待 因為他一顆只賣四十塊 所以他不會用真的東西給你 那也就是說 你今天去一家日本料理店 你吃到的生育片來講 如果鮭魚五片 他賣一百塊 那也不要吃了 那鮭魚一定有問題 所以就是你花多少錢 吃到多少錢的東西 這樣才是對的 大概就是這樣去分啦 那我剛剛有講過 你如果在一家店裡 你有看到魚頭 魚內臟 魚尾巴 就表示他每天是買整隻魚回來 自己處理成生魚片 那如果你看不到這三個公斤 你只看到 每天看到的都是一塊一塊的魚肉 那叫做魚磚 就是每天他跟 專門供應生魚片食材的店家叫的 他每天都會送魚磚來 他就切魚磚給你而已 就差別在這裡 還有問題嗎 還有問題嗎 那請啦 我不是來挑戰 他就不知道你來 我主要說 正行 有嗎 我說什麼 說正行 說正行 說好壞 他真的都沒問題 說正行 我主要是這個 所以再來就是說 我要說的是 提琴跟熟成跟殺菌水完全不一樣的態勢 琴、熟成跟殺菌 殺菌跟熟成是不同的事情 這句我告訴你如果沒有相信你回去還要清楚就好 我可以說 我今天要說的是 說正行 當然你講的 有很多都正行 但是 我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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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殺菌 是不一樣的 我正行 我正行 讓大家看一下那個影片好了 這是魚復活的影片 太神奇了 放到水裡頭 竟然還可以復活 這是國內有一間公司 可以把魚完全冷凍起來 再放到水裡 卻可以讓它再度的活過來 利用這樣的方式 最常呢 可以達到兩年的保鮮 而且肉質不變 就跟現撈的魚硬而一樣 而我們的記者也實際為了生活老師才曉得 原來他是利用寒淡魚體內的抗凍蛋白 就像是到魚進入了東一樣 他在桶子裡的魚 啄風爛跳 魚尾來回拍動 活力十足 接著把魚放進淋下 32度的納水池裡 不到30秒 放進去的烏龜魚 馬上變成冰棒 但說點奇怪 技術人員 卻把結凍的魚 再放回桶子裡 觀眾朋友 眼睛不要眨 神奇的來了 魚尾開始擺鬥 結冰變白的臉球 也變成活靈活現 烏龜魚竟然活過來了 好神奇喔 他們製體產生出來的抗凍蛋白 就類似他們冬眠完以後 他們在保護他們自己本身身體 它不會壞掉他的蛋白質 肉的蛋白質 像是涵帶著鮭魚鮪魚等魚類 身上都有抗凍蛋白 可以讓他們進入冬眠 回溫後再復活 否則根本耐住了低溫 他結冰的時候 那個細胞裡面的細胞脂形成冰晶 會把細胞膜撐破 比如說抗凍蛋白 或別的物質 讓他細胞脂變得很濃 就比較難結冰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只要把細胞外面的冰解掉 然後溶解成水 他的細胞就繼續有活性 現在國內將抗凍蛋白 利用在所有魚類身上 保鮮至少兩年 雖然兩年後 髮再復活 但肉質不會改變 利用生物特性 科技再進步 記者王大林一新 台北採訪報導 好 有 有 有 我覺得我們應該可以去 上個魚去做外太室 那個魚 所以兩年以後再吃一種之類的 那個 我有三個問題 如果有時間的話 第一個問題是 我想請問兩位是知道 因為我常常經過在市場 都很好奇 那個魚販當店賣不玩魚 或者是真的不能再賣魚 都去哪裡了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您剛剛提到說 有一些是 臺灣漁民跟中國漁民交易的情況 可能在海峽中線 這些有沒有任何的管制 因為你 這個似乎是 你說要從原種管制 那個原種本身是有問題的 那 那 所以不曉得說 在這麼奇怪的狀況下 您對 一個比較健康的 漁業市場是怎麼樣想像 在台灣的生 然後第三個如果沒有時間的話 你會請您談一談 您剛剛所說的那個生態 你也能比較健康的生態養殖方式 謝謝 我先講 第一個 你 你們常去市場 其實他們從 現在從 魚販從基隆買回來的魚啊 他們會分早市跟晚市 那 他們會 有些人是早市晚市都買 有些人賣早市 有些人賣晚市 那很簡單 以 我在 我很少去小市場 我在看阿丁康的方式就是 如果今天要賣掉的魚 就一定可以在今天賣掉 就算貂錢 我也要把它儲移掉 因為我之前都已經賺到了 所以市場有分 你早點去是 金朗餅的 我還給你去是 金朗餅的 就是比較差的 那 第二個 你現在看到的魚啊 很多 很多 都是 第一天賣完 第二天還很金錢 第三天還是 被鹽賣一個禮拜 不會變色 這是剛剛加藥的問題 那第二個 你剛剛問的是 海峽交換 你想喔 它連煙都有辦法進來喔 那 也有西部海岸線這個 這個齁 我今年20 我18歲的時候 我媽媽在野柳 開了一間 統一麵包 就是現在野柳廁所旁邊的全家 從我18歲那一年就知道說 一直兩岸之間 都有在做海鮮交換這個動作 因為我們西部幹線根本抓不到魚啊 都是直接開到中線 跟大陸一定交換 以前是用原子餅 打火機 小型的收音機 這些東西換 那現在對不起 現在都要拿錢去的 再告訴你 更好笑 我們以前原陽齁 都在國外作業 所以他們不會常常回台灣來 他們會開一種船叫運捕船 就是比如說你今天 你今天是停在荷浪的那個港 那我就去那個港把你的貨載回來 這個叫運捕船 那運捕船以前呢 會開往台灣的兩個地方 第一個是基隆 第二個是齊津 所以這兩個地方 以前的冷凍加工業非常的新鮮 甚至連那個 裝的在生產冰塊 也非常的多 可是這兩 應該說這十年來吧 這個情況改變 你注意看喔 齊津 高雄的騎金跟北部這個基隆 很多做冷凍食品 跟做冰塊的 很多都收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們現在運捕船是開廣州跟上海 也就是說我們抓到的東西 已經不妨國內送了 那這兩年為什麼海鮮市場那麼貴 中國大陸崛起 是最大的主要原因 我們很多東西是直接賣給他們 我們要再買回來 所以兩岸之間走資這個啊 應該是解決不了啦 只是說 我們自己要知求多福去看一些 比如說我剛剛講到了過年了嘛 黃魚不要吃啦 白桑盡量掃這些掃 因為這些都是符合期待的魚嘛 所以我要做給你 因為要騙你啊 所以我要做給你 所以很多東西你就要去思考一下說 這個東西到底是怎麼來的 那你剛剛講到生態養殖這個 目前台灣有人在做 可是一般你市面上買不到 他們會經過平台來販賣 一般養殖的方式就是 龍鬚菜、文革、白蝦、赤木魚 他們每一個永生是當一個工作 可能文革就負責過濾水質 所以它的池質裡面會有這些生產品出來 或一些作物出來 那它每次供應的也會不一定的量 因為它是生態養殖嘛 它可能沒有用藥 所以你會在很多平台可以去買到 像小薰他們的平台都有 那他們的東西基本上我都有用過 然後你要先考慮價錢的問題 一定比外賓貴很多 那第二個就是你要去考慮 它並不一定會有你想要的東西 就這兩樣而已 那其他的就是讓小薰去介紹他們平台的東西 就是說其實生態養殖我想是農民一個常識啦 就是說其實跟那個就是說有機農業類似 就是說其實很多人懷疑說 欸台灣的環境這樣 我們是不是能夠種出完全乾淨無毒的東西 但是實際上這個是一個值得非常值得努力 一定要努力的方向 所以說其實雖然養殖業它是很難控制的 但是我們知道說有一些農民他們 努力在嘗試這樣子的事情 那其實譬如說養殖業就我所知道的啦 就是說其實像鹽鹿啦 它其實越偏海水的話 它的用藥就可以降比較低 但是海水裡面養的東西它就長得比較慢 那所以其實就是說整個養殖業上面 有一些人很少數的人他們在做這樣的努力 不過其實這個中間的細節非常多 就是說欸我們到底是不是能夠確定 它到底有沒有用藥 那除了我們本身對農民的這個信任以外 還有很多有關專業知識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就是說我們好實際上負責一些工作說 我們盡量把所有的資訊揭露給大家 資訊透明而不是只是我們可能一個標籤 就是其實剛剛大家有談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現在有很多新的也是平台 譬如說像江醫師啦 媽媽魚啦這樣 其實在這些平台 就是說大家有的也很信任 那有的也有點懷疑 譬如說甚至連主播聯盟 其實有時候都會爆出一些這個 像之前的德順利希爾村他們也被踢爆說 欸有就是有這樣的問題 那其實我們一直想要跟大家說說 其實在做選擇健康的食物 他是沒有辦法說我信任一個權威 他其實最後講的是農食知識的解放 就是說剛才講的這些知識 阿威是分享給大家他的經驗 但是今天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是可以挑戰他的 我想阿威是非常樂於接受這種挑戰 就是說欸可能跟我以前聽到 或者說我在市場看到阿威是這樣的 跟妳說的不一樣 其實這個知識是非常需要辯證跟一直不斷的交流 那我們相信說在這個方面其實沒有權威 任何跟你講說反正你就來我的店裡買就對了 反正你就是任我們的標章就對了 這絕對沒有這樣的事情 他沒有辦法百分之百保證 因為有關農業食物生產的這個是非常複雜跟深奧的 他背後牽扯到是整個生態學營養學各方面的知識 那所以其實我們想要做的是說大家多了解 你就聽了阿威講以後 可能我們哪一天就跟他約個時間 半夜大家一起去這個看媽店去看 那很多問題其實我們可以挑戰他 他今天講的這些東西到底對不對 好像剛剛阿飛講說這個有問題 這些東西是需要不斷的 這次是需要不斷的被解放出來 然後我們大家的各個方面更多觸角去深入去了解 那其實這個才是最好的監督 我覺得我們用自己的舌頭用自己的眼睛去監督 那我想今天大家還沒有什麼樣的疑問 我要跟大家講 好好好 好 謝謝大家 因為我們今天差不多時間 時間差不多 然後所以可是要跟大家預告一下明天的活動 因為論變中國因素的第10場 就是吳建民策劃的對面 明天第10場的最終場 最後一場 然後他要去針對前面9場裡面做一些回顧跟說明 所以很歡迎明天下午2點的時候 大家一起來看中國因素的最後一場 然後可是他把中國因素改為叫做中國期權 可是剛剛其實阿威剛剛講了很多 我們很多東西都跟中國因素有關係 可是一個很強大的力量 好像我們怎麼樣在這個強大的力量 可能他會被吸引著我們 但是我們好像很無法避免 怎麼在那個 他就提出另外一個 怎麼在中國的期權裡面的前沿 走在那個地方 不要被他吸進去 或者說我們可以多一些自私跟狂犯 那第二場活動呢 是晚上 但是不是紫月新曲活動 也是明天晚上 也是非常 在慕者卡的館非常精彩 是關於台獨聯盟 黃昭堂主席 對的兩宗民 四十兩宗民 他們請了三位很重要的台灣史的專家 來談他的三本書 第一本是台灣總督府 然後第二本是台灣納祥納利斯文 第三本我忘記了 但是分別請了三個人 第一個是李明俊 就是安保聯盟的 美日安保聯盟的秘書長 然後第二個是請到吳瑞仁 吳瑞仁來搶 談所謂的民主主義 台灣民主主義的問題 然後第三個請到 福大理事器陳俊凱 來談關於我們現在 對於什麼台灣任強的這些速度的概念 所以很歡迎是一個非常難 民間的 從下午到晚上 其實都是非常難得的經驗 所以很歡迎大家可以繼續過來 來這邊跟大家參與 然後在講完這一次前 就是說因為我還是 這個不是廣告 阿威在石大路上面 有一家廖子店 但是如果說朋友們 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過去 所以他 如果大家有興趣 有些東西 你要吃的東西 常常會問 有什麼東西沒有 這些東西沒有 因為那個東西 不是當機的 不是新鮮的 不是什麼的 所以站在菜單上面 所以不會出現 那所以 這也是 因為我們在哲午 的這一群同友裡面 其實 其實我們也常去阿威那邊吃飯 所以才邀請他 所以可以 你也可以在現場問他一些問題 當然如果沒有空 我們可以組織一個活動 半夜的時候 跟他一起去買魚 然後去市場 魚市場上開一開 可以 但是之後 我們自己再來 安排這樣的活動 所以 在今年2013年的最後一次 這月星期五 這樣謝謝大家來 然後希望說在明年的時候 我們可以繼續 然後把這月星期五 走到台灣的許多個地方 馬上消音 好 謝謝大家 你們可以繼續留在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待在兩點 然後彼此 會包圍著阿威 問一些問題 大家也不要客氣 盡量去跟他討論 然後我們可以待在這裡 到兩點左右 謝謝 我們可以選擇 他是否也會選擇